他可能一直想摸我 然後我不給他摸 不要跟妳說 如果傳簡訊過來 我會一個小時候回 他就會一直覺得我到底在忙什麼 他就會更想要得到我 所以如果這樣 妳好壞喔 我是不是覺得這樣滿好玩的 不得了 中學生 女神 對 女神到現在 長大了 長大 好可愛 對 但是我覺得我絕對不可能是還厚 最近有賭嗎 沒有 有 剛賭完 聊得 賭完才過來是不是 對 是賭後 喜歡這個博弈 對 好玩的 有博弈主題我可以更熱情的分享 對啊 對 因為我其實就只有教過 大概認真的就是私任 以前就是學生 不認真的 76任 已經說出來了 加起來80任 對 就不認真了 有些學生時期的 就是那種還不懂 算了 那個不算 那就不算 還沒長期 對 對 就是這樣 那個叫Puppy Love 對 對 寵物的愛 對 然後像我前兩任就已經 交往 加起來就有10年的時間 就是那兩任都各5年 所以就已經花了我大概10年的青春 所以我覺得我在感情上 是一個很專情的人 專情 對 我最長的一段情感 大概約末12年 好長 怎麼可能 太長了吧 對 這一段婚姻也持續了30年 好長 等一下 算算不對 這個怎麼 好像有一點互相 這個Double 有Double 哈囉 你們學過音樂就知道 有一種東西叫做Fed Out 彈珠 阿民老師 Fed Out給他們聽一下 開始Fed Out 這叫Fed Out Fed Out是一種藝術 對 它不是全然進空的 對 在這一段Fed Out 有一個劍牆 對 突然來 夾雜進來 準了… 好強喔 準了 太強了 懂音樂就能夠扯 這樣真的聊到 這樣知道 來 圓圓 這還是沒解釋 又是試刃的 不好解釋 真的… 沒有… 因為我也是以前小時候有交 可是連牽手都沒有 所以我就沒有算進去 就是 但真的交往 有進展的就是了 然後之前的差不多都五年左右 五年又兩年的 就是都在一起很久 然後我自己是覺得我不是海后 對 因為我 不用牽手也能完成很多事 真的 有時候從頭到尾 沒有牽手 從頭到尾沒有牽手 沒有… 開始完成了很多事情 我柏山被抓到 停車棚 有隔了一個鐵欄杆 鐵欄杆 然後那邊是女生車棚 我們這邊是男生 這個都分開了 對 大家都走了以後 當中有兩個欄杆 欄杆還有嗎 這樣也在刺 這樣刺 有 有欄杆 欄杆和欄杆中間這樣 對… 這樣還要順著還要這樣子 沒有…欄杆是直的 被抓到是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兩個人臉上都有繡河 欄杆 壓得太奇怪 你們學校設施也太差了 那個沒牽手 圓圓 怎麼這麼繩 真的 手放在後面 對不對 怎麼可能 真的啦 就是我不會曖昧 我就是在交往的時候 我就是會很聽另外一半的 單刀直入 對 就是會完全聽她的話 妳是不是一甩身就不再回頭 決定的就決定的 就是如果把她甩了 我就絕對不會再回頭 對 有 我有被甩過 可是那個也是沒有進展的 怎麼說 但是我很難過 就是在一起差不多半年 然後可能 我就是會一直吃醋或什麼的 然後也不跟她進展 所以她就把我很甩了 等一下 妳的進展是 主要是我不跟她進展 所有的進展 就是可能 就是可能進一步做 一些奇奇怪怪事 奇奇怪怪 對 譬如說什麼事 譬如說進入她的心裡 就是 她要踩三壘跟本壘壘包 對 一直想倒壘… 對…類似就是 她可能一直想摸我 然後我不敢摸 沒有跟你說 可不可以放進去一下下就來 很小才國中 所以我就 那不是 那不行 我就跟她說不行 然後她就 她就把我狠甩 然後我就失戀兩年了 她們國中的事情 不用理會了 真的 小孩子 現在的國中生不得了了 跟以前不一樣 對啊 捷運上面穿制服就有護術了 不是說捷運上不能吃東西嗎 吃對方沒有扯頭 真可怕 你看 請問飲食用什麼樣的手段 讓對方提高在船上 續航的意願 代表前面稍微已經有聊過 不然你不可能已經在船上了 對 兩個人都在船上了 對 A是微小的曖昧話與關心 以及主動的報備 B就是與對方坦誠有暈船對象 並且時常提到 時不時就會一直講 C日情故重 要回不回 這個有點難選 這個很難選 都很模靈兩可 感覺上平常大家都會有 我只能用刪去法 第一是要回不回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太關心他或什麼的 他如果沒有很喜歡我 我很像是我自己單方面喜歡他 往屁股上貼 所以我一定是要回不回 或是他如果傳簡訊過來 我會一個小時後回 然後讓他知道 就是我可能很忙或什麼的 這個很厲害 我忍不住一小時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太久了吧 沒有 他就會一直覺得我到底在忙什麼 他就會更想要得到我 所以如果就是 你好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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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是誰一開始說 絕對不會是海灣以後的 差了來 你決定了 有抓到了 我們女生不能太隨便 如果你一直回 人家覺得你很隨便 沒有 可是頂多 你就是按著那個訊息 你可能頂多不回個兩分鐘 趕快回了 一個小時太誇張 對 一個小時太誇張 一小時太久了 我會把它關進營 然後讓自己也看不到那個訊息 然後晚一點再回 我們都是秒回的 我們會 天秤說不會去想那麼多 我看到就回事 對 他是真的 可是我是覺得 想得很多 我是覺得這樣滿好玩的 滿好玩的 我是算釣魚 對 先看分數好不好 ABC的分數 A是5分 怎麼會 C才3分 B0分 紀普欣跟花花現在等於是滿分狀態 懂完 B這件事情 更是對方直接承認有孕傳的對象 常常還提到 我跟你講我最近很喜歡上一個男的或女的怎樣 這個就是會造成人家的反感 C 3分的原因 是因為 預情故縱要回不回 這個在現代人使用手機的禮貌裡面 的確是會讓人家很感冒 那預情故縱要回不回 這比較像已經是 我就是要跟你交往 我趕快把你抓到手 而不像是所有的人都來做這件事 有道理 A為什麼殺傷力最大 微小的 曖昧的話語 關心 主動報備 會讓人造成一種狀態 就是 我是不是最特別的 Only One 我是不是你最可愛的人 你為什麼不說話 愛情 對 愛情就像握小鳥 好具體的形容 不能握太緊 但是我覺得愛情更像在握肥皂 怎麼說 因為你握得越緊 它越握不住 會跑 你根本抓不住 後來 後來你就要彎腰去撿 對 就要彎腰去撿 一彎腰去撿 才知道 春天以來 愛情突然來了 找自己 喂 鋼鐵啦 鋼鐵 鋼粉 沒錯 這個仇女無極限 講到鋼粉她拍手 真的 對 這麼開心的要命 這樣好受到嗎 你的另外一半 發現 當初和平分手那個初戀對象 你們彼此之間在社群上 還有偶爾會按讚 留言 然後你現在另外一半很生氣的 要求你把好友刪除 刪除好友 你會用什麼方式跟你另外一半溝通 A 你就先跟你另外一半表明說 那是成長的回憶 那就是過客 但堅持不刪 堅持不刪除 B 跟另外一半溝通說 沒有必要這麼絕情 然後嘗試保留初戀 開保留 溝通一下 好 C 避免日後釀成災難 乖乖聽好 立刻刪掉好友 C 立刻刪掉 對 因為我之前有一任男朋友是我 跟他交往的時候有養一隻貓 然後後來分手之後就是那個貓 是養在男房夾 所以偶爾就是分手之後 還是會想要看貓的那些動態照片 看貓後空翻 天啊 就是想要確認一下貓咪 是不是還很健康這樣 只是影片還是照片 還是必須要現場看 沒有 就是照片影片而已 只是傳訊息 就是請他拍一下給我看這樣 所以就是一定會 多少會有點點落 這樣我可能就會跟我的現任解釋 前男友 你也是選妻喔 對 因為我是那種 就是有男朋友 就是完全會聽他的 手機也會給他點他 然後如果他說 他不喜歡哪個男生 我就是會立刻刪 因為我曾經有發生過 如果他說我不刪 他就會把我甩了 所以我又怕被甩 所以我又怕被甩 你怎麼這麼容易 我又把他被甩掉 怎麼會這麼容易被甩 你多怕被甩 對啊 你 航行這麼好 我曾經有那個陰影過 我就覺得要聽對方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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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